随着疫情的趋缓 各项产业也都慢慢的复苏起来了 包括三重区的壁华布街 也陆续看到学生或者是散客的身影 正是因为客群的改变 不少以前以批发为主的店家 也都纷纷转型改卖散客居多 库存部难免有状况 老板Savis多出来的部分都送给客人 来到壁华布街 可以看到许多传统店家纷纷转型 提供更多元的布料 让大家都能挑到喜欢的 像有些地方 它可能就是我固定生产十种布 那你十种布以外的东西就没了 那我现在就是可能上千种 然后我就是让你来 有机会挑到你要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里一个群聚的效应 大家整个布街 真的没有你还可以介绍 还去哪里这样 对对对 像有一些亲戚也是都在附近做 你只有这一块吗 没有它还有别的 它你总共买了好像七八块 对对 雪先生是不接店家的第二代 从小看着爸妈卖库存部 当时生意真的很好做 几乎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常常布料一买进来 稍微整理一下 就又出口到国外 因为现在就是布一样都要做出来 才有办法卖的出去 像以前是出口 我就整堆整堆 装缅甸啊 装越南啊 但是现在改变模式 像以前不会做这种布样啊 以前布回来就直接出口出去啊 虽然现在已经找布回当时的荣景 但雪先生也慢慢找出另一条道路 她从正式接管到现在 十几年来陆陆续续整理布样 希望可以建立口碑 让想要买布的人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记者高兴峰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